这个变按器 这边加了一个2兆欧的电阻 放在中间 这样输出 上下加了绝缘板 然后把这个头处理一下 这边呢 这样准备拧在散热片上 有人问说 做成这个样子干什么呢 这样它起震呢 当然还是我这个驱动板 有人说了 别用驱动板了 你用驱动板的确做的效果不错 我们也看到了 但是你让我们这些没有驱动板的 怎么玩呢 所以今天了驱动板不用了 我们用什么呢 二级管 还有8050 还有 钢黄管 电阻物等等吧 然后我们来把它做下去 它还有散热片 好 这种手术 全体气 从来 这种手术 来 我 他 我 也 我 跟 , 我先用手指 用手指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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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arured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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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4 5 嗯 好 看到了吧 这样就算做完了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绝百级 但这个盖黄管就是控制功率的 可以放到这一点或者放到这边 就可以控制功率 接下来我就开始实验它的效果 我们用这个小的电瓶 然后实验 在实验的时候 我们找个200瓦的灯泡把它接着 好了 200瓦的灯泡接上去 这个盖黄管一定要放在这个上面 要不然它是一直导通 就会把你的电瓶给短路掉 那么接下来我放哪个位置呢 放这个位置 这是BIH的头上让它有漏瓷 这个时候我接上去 它马上就会去摘 哇擦这不太亮了 这是一个两个外瓦灯泡 现在就干梦了 差点秒掉 那得用两个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试试啊 然后400瓦了 有人说这个功率点不足了呢 不要着急 功率不足的时候 我不跟你说吗 这个干行管 它是要调整功率的 接下来看着啊 看着我拿着干行管啊 看到没有 啊 这个呢 就是可以用干行管来调整功率啊 还吸油 就发热了 但是这个呢 我并不想做这个不用驱动板的 只是网友要求说啊 做一个不要驱动板 然后呢 这个东西你发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都可以啊 再来试一下 这功率这么小吗 我看啊 我放在头上吗 接下来我开始把它拿下来 有人说这里为什么冒烟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应该用个一瓦的电阻 但是我没有一瓦电阻了 我只是用了几个小电阻 并在上面 所以它会冒烟这儿啊 大家在做的时候啊 可以根据电路图啊 把这个电阻换成一瓦的 它就不冒烟了 要不然的话 它会一直在那冒烟啊 冒一会就over了 我们还是带一个吧 带一个试试啊 我放这里 看看这里效果怎么样 哇 放一个的效率是非常好 然后我们试试 串联哈 串联不是讲究这个峰值吗 我们串联这个灯泡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和两个灯泡串联起来 然后串联 我们再来试一下 什么情况 为什么一个亮一个不亮呢 这次搭到一起去了 我们带来试一下 快点 就这么亮 这个峰值是非常高的 好 不用掉露板 不用掉露板 好